欢迎大家收看幼圆生活 大家可以看我室外的竹顶红开花了 现在是7月10号 竹顶红的正常花期 它应该是在6月底7月初 我之前跟大家录过视频 就是大家如果希望竹顶红能在春节开放的话 可以给它断水50天左右 那基本上恰好时间 春节前两个月的时间 给它恢复焦水 竹顶红基本上是可以在春节开放的 当然了如果说你说无所谓 我希望它自然花期 那你就不用管它 你就正常养护就行了 那它的这个花期 一般是在6月底7月初 竹顶红就会开 你这么看这花开的倒不多 但是确实在这个季节 毕竟夏季花还是比较少的 那竹顶红如果能开的话呢 我觉得也能给花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吧 好了 这就是我现在正常花期的 竹顶红开花的情况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幼儿园生活享受 养花的快乐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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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